市長任內北市三度天坑 要不要處理一下 聽到問題 台北市長蔣萬安快閃不回應 剛上任未滿一年 但天坑事件頻傳 早讓他臉上無光 18號晚間 位於南港路三段的天坑 市府已經完成灌江回田 及路面零鋪作業 不過周遭警鈴多個大型高樓建案 讓當地議員及摳副市長李四川 未來對於地底下 所有管線的監測 跟維護 還有特別對於新興社區 工程車進出頻繁的地點 我們要求工程車的 承載重量也好 我們會做更多的稽查工作 我相信台北市政府 看到自己的狀況 蔣市長應該會要求 公務單位要更上井發條 要求重新審視SOP 以免民眾人心惶惶 因為包含5月19號 在新一區崇德街 興建工程發生路面坍塌 以及7月10號 在大鵬區的南京西路 因地下水泥掏空 造成路面大範圍坍塌 加上18號遮起天坑 這已經是蔣市府 近三個月來三度出現天坑意外 蔣灣上任以後 反而公安很不安 不管它是運氣使然 還是因為是人為因素 我覺得作為一個首都的市長 這半年來必須要有所作為 不可以再讓類似的公共安全 或公共問題不斷地發生 要趕快通丁失通 來做通盤檢討 即將在10天後 率團訪問上海 進行雙城論壇 在那之前 蔣灣安得預防市政 先失分 進行黃宣許榮佑 煉製好陳勝義 採訪報導